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是十二扇窗 这是由康永邀请十二位来宾 那我们所做这个节目的出发点是希望让听的人 如果你正处于生活当中比较困顿或者不开心 或者有一些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希望我跟我的来宾所聊的事情能够给你一些灵感 然后对你所处的困境稍有帮助 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康永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号称传统表演艺术界的偶像 张云雷同学 云雷你好 你好 康永哥 被人称作相声界偶像的张云雷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实力派学霸 他五岁学艺 八岁拜师郭德纲 十二岁精通四十多段太平歌词 他历经六年变生期 二十四岁与死神擦肩而过 却归来仍是少年 他的成功是不是祖师爷赏饭呢 我觉得张云雷一方面他自己很用心 可是一方面真的运气很好 你从事这个相声这一个领域呢 到了今天依然是受大家欢迎的 就我常常在网路上看到 我喜欢看的金剧或昆曲的表演 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 就是我看那个网路上的点击率 他们所演那个戏可能只有几千个人点击看过 就是他们拿出人生全副本事 所演的一个戏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他们做过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张云雷的 从事相声这件事情真的很棒 就是很多人看得到你的力气 花去了什么地方 那我今天跟张云雷要聊的这个事情 就会从这边开始 我不知道云雷有没有碰到很多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常常碰到别人跟我说 他们不知道要干嘛 你有听过你朋友跟你这样讲吗 说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有 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 OK 我是该去工作 我还是该表演 对 我还是从事别的行业 就是他们很纠结 所以我们两个今天想要研究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你碰到别人这样问你的时候 你通常会怎么回答 通常啊 问到我的时候 我是把我问得迷茫了 你会忽然想到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困惑吗 我没有 我真没有 哇 你就一直很确定你做的事情是你很适合做的事情 对 因为我从小 我从五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个东西 因为当时五岁的时候 我的姐姐是干取一行业的 然后呢 她每次演出的时候 对 她就会把我带到剧场里面 有时候后台呢 人会比较多 对 她就给我放到前台 对 或者就是观众席里面 五岁 当三弦 琵琶 似乎一响起的时候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被鼓曲吸引到 哦 那个乐器程 我就觉得跟我听到的流行音乐的那种乐器 是不一样的 对 红灵人的五岁 可能都在听葫芦娃 可是五岁 你在剧场里 你不 你不会吵闹 我不会 然后我是从头听到尾 乐在其中 对 然后到我 差不多快到六岁的时候 京韵大鼓的探琴文 我能唱两番 就是两段 两大段 出于自学的热情吗 就没有人逼你 没有人逼着我 自己学的 对 京韵大鼓打的那整套的鼓 也是我问的姐姐 姐姐问我 你这是干嘛呀 她说 我觉得 我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玩 有的时候 姐姐要是演出的时候 我就会偷偷地提前 把她的唱京韵大鼓的那些个乐器 就是板和鼓 我会给她藏起来 然后等她走了之后 我自己在家里面 模仿她在台上表演 有的时候姐姐到了剧场 她会发现 她吃饭的东西 被我给藏进来了 没带去 听起来就是不只是家学渊源 是你真的在其中得到乐趣 是 然后所以说 我从来没有过迷茫 不知道这个方向感在哪 我该干嘛 所以从五岁到二十七八岁中间 几次曾经有过问自己说 要不要做别的 你要说一次都没有的话 有过 就是在我变生期 变生期的时候 听说停了六年 停了那六年的时候 每天就在家里待着 对 玩 后来到了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说我成人了 我说我不能每天这么待着 我得找点事情干 然后也干过别的工作 像什么 服务员 收银员 当时去当服务人员的时候 有体会到不同的乐趣吗 没有 我觉得挺辛苦的 是 我觉得服务员真的很辛苦 你会收银吗 会啊 然后所有的那套系统 到那也是先学 所以你都没有发生 你值班的时候 结果仗对不上的这种 有过 因为有的时候人特别多 你脑子就会蒙的 对 有可能就会少收点 对 有可能就是多收点 就这样 那对账对不上的时候 好像负责的人就要赔吗 对啊 我要赔钱的 哇 所以你尝过这个滋味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 赔到最多的也三百多 然后收银员完事之后 我的变声期就开始 慢慢地恢复了 然后我就又回归了 我以为上身表演 没有那么在乎嗓音啊 对 需要在乎嗓音 要吗 要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可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以唱为主的 后来我说相声 我相声里的相声段子 大多数也都是以唱为主的 哦 变声期我 不要说唱了 说话可能都是 是 然后唱光良的童话 我要第一把读唱 对 不行 不行 我唱男生的歌 我要第一把读 嗯 我原便 就这样 嗯 所以试过了 然后吓到自己 就赶快休息 嗯 所以张云雷 这个经历听起来 我觉得不是任何 一般人的经历 可以从五岁就找到 自己的 想做的事情 对 其实当时 我没有想过 我会干这一行 对 可是 我根本不记得 我五岁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真的还记得吗 我真的记得 因为我们 从五岁的时候 我姐姐只要是一演出 对 她必须要带着我 啊 那会儿她是骑的单车 是 然后给我放到 后面的儿童座椅上 嗯 会用那个纱巾 把我系上 OK 然后她就拖着我去剧场 然后还要带着我去赶场 是 在这个剧场唱完之后 然后带着我 再到下一个剧场 再唱 再演出 所以你五岁 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一般人来讲 她也可能只是一个 儿时的兴趣 就是 你可能还是会被家里送去 一般的教育系统里面 去学校求学 然后往上升 可是你后来就进了 郭德纲老师的班底里面 去受训 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 放寒假 然后姐姐带着师傅 去天津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正在跟小朋友们 在外面玩 对 然后姐姐开着一辆 红色的夏立车 停在我跟前 上车 说干嘛 然后呢 这个叫哥哥 我说哥哥 然后我就问姐姐 我说 姐姐这是你的对象吗 姐姐说 是 我说哥哥是干嘛的 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我说叫什么呀 叫郭德纲 当时是 应该是2000年 我说我没有听过这个人 然后呢 就带着我就去到我们家了 对 去到家里之后呢 然后姐姐就带着师傅 见家长啊 对 我妈说 这孩子不错 说师傅啊 行不错 归于你就跟他 好好的搞对象吧 然后呢 一会儿师傅就跟我妈聊天 我完全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师傅叫我 小边你过来 我说哎 哥哥 我听你姐说 你会唱精韵大鼓啊 我说啊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我能唱两大段的探琴文 对 你唱一个吧 我就给唱了一段 唱完之后呢 我妈妈问师傅 对 你看他行吗 对 他点点头 然后 对 点完头之后 当年过年的大年初六 我就随着师傅来北京了 哇 那你那个大年初六 的时候不觉得 你要告别你的家庭吗 当时我没有这么想 当时就说 去北京 我说干嘛 学相声 我说好啊 我说我 我是不是也可以唱曲艺了 他说可以啊 我说走 我跟你走 起码你有这个姐姐在 就不那么觉得离开了家人 对 但是有姐姐在呢 有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 师傅在管我的时候 教我唱 我背不下来 师傅说我 管教我 教我学艺的时候 我姐姐会心疼 然后师傅就说 你要再这么管的话 我教不了了这孩子 会心疼的意思是 你遭到了严厉的教导吗 比如说 蒸羊膏 蒸兄长 蒸鹿眼 烧花鸭 烧猪鸡 烧子鹅 报菜名 对 我背不下来 师傅就说 冲墙背 师傅总说 他背错了 打一嘴巴 是真的 我姐姐就会心疼 背错 就是中间只要卡住 就算背错吗 对 然后会冲着墙 然后墙上给你贴一张白纸 等你背完之后 那个白纸上 要没有口水 必须要没有口水 然后就一遍一遍背 我在那背 姐姐的旁边哭 姐姐会觉得 你针对我弟弟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弟弟 别的徒弟也这么 也不是 他是一个猴一个拴法 OK 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他就跟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去根据每个孩子的性格来管教 他说我这个性格 就必须要这么弄 必须要你去背 你去背 你去练 你去练 所以当中叫你背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不是我当初 自由自在的小时候 去剧院里面 享受那种快乐 对 我认为的可能就是 教你一段去唱去吧 对 唱会了就可以了 对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背 是真的 他那么严格 你才背得下来 真是 所以 那个过程中 他有奖赏吧 没有 只有一个嘴巴 好像有点惨 我现在反倒 感谢小时候 他那么对我 我总跟师傅聊 我说 年小时候那样 管我真的是特别对 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力 是特别好的 现在 就是同样一段词 要是让我现在背 可以 背完之后 等我再登台演出的时候 我要在后台 复习好多遍 但是现在小时候 他教我背的东西 你现在让我上台 我张嘴就能说出来 张嘴就能唱出来 所以你现在脑子里装了几个 可以现成就立刻表演的剧目吗 数量大概有多少个 小时候我学了四十多段太平歌词 OK 大概每段都在十多分钟吧 所以四十多段 然后每段十多分钟的是不会忘记的 随时上去都能够唱 都能唱 可是以你们专业世界里面 这样是厉害的吗 还是每个人都要唱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小时候学的东西 记得最轻 现在云鹏也是 他那会儿刚十七八的时候 他背东西 就跟他现在背东西不一样 他也说过 他说你别看我那会儿十七八 我那会儿学的东西 我忘不了 所以你套称你们业界的学霸 是这么来的是吧 对 所以他们就说 张云蕾从小跟在师傅身边 师傅是一句一句说出来 打出来 这样磨练出来的 所以后来师傅也总说 他是太平歌词老艺术家 他从十二岁就唱太平歌词 一点一点的可能大家就这么说 说我是学霸 五岁就知道自己要干嘛的张云蕾很幸运 可没那么幸运的人怎么办呢 下一期 康永哥和张云蕾用反向删除法告诉你 打开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酷我唱听 收听十二扇窗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